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独门独院 装修奢华 价格昂贵 更是因其主人特殊而显得非同一般 那么这栋别墅楼的主人到底是谁呢 在房产买卖合同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1997年6月29日 一位来自长春市解放大陆103号名叫卢舒贞的人 购买这套建筑面积为220平方米 楼前花园面积为240平方米的别墅楼 当时这栋别墅的价格为40万元 加上购买房产时所支付的各种手续费 前期一次性投资达到了40余万元 而购房款是全款一次性赋金 那么卢舒贞到底是何许人呢 据卢舒贞的同事 潘玉芳老人回忆 当时他和卢舒贞都是公主领镇 寿山医院的住产士 并且住同一宿舍 当时的收入并不高 生活条件也很不好 可是卢舒贞哪来的那么多钱 购买别墅楼呢 据双桥东路18号院的别墅楼群的 一些老居民反映说 这位名叫卢舒贞的妇女 曾经对他们说过这样的话 我是一个普通人 没有那么多的钱 这套房子是儿子以我的名义买来的 那么卢舒贞的儿子 到底是谁呢 翻阅户籍档案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卢舒贞的儿子就是李洪志 可是李洪志当时哪来那么多钱 购买别墅楼呢 我们不妨从1982年李洪志转业算起 到1997年购房钱为止 将他开始传播法轮功的1992年作为分界线 来简单推算一下他的收入状况 根据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的有关统计公报中显示的情况 从1982年至1992年 作为一名普通国企职工的李洪志 在长春市粮油公司保卫科工作时的收入 共计约8,412.1元 同期算下来 即使李洪志和他的母亲卢舒贞两人 不吃不喝 一分钱也不花 加起来的收入也不可能超过2万元 这跟40余万的购房款 相差甚有 那么李洪志后来购买别墅楼的钱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答案只能从1992年以后 李洪志传功传法的经历中来查到 其实李洪志除了在北京购置房产外 1996年4月6日 李洪志在自己老家吉林长春 也购买了一栋越城市豪华住宅 和一间停车库 价值31.1万元 还包括在美国等多处 购置了属于他自己的房产 很显然 是众多的法轮功信徒 喂肥了李洪志 是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